李秘密的全角色攻略 虚弥五星水系第一人 尼路 角色定位 水草绽放玩法专服 等级突破属性 生命值百分比 满期后可增加28.8%的生命值加成 下面是尼路的等级天赋材料 突破需求组数 大家截图保存即可 外网所有关于李秘密的视频 都是非法转载的 并非本身上传 玩法思路 由于尼路的天赋原因 队伍中佩戴尼路 且队伍中只有水草两种角色时 触发尼路的被动 金碑的崩溃状态 也就是尼路一一一的水环状态 水草反应所产生的草之河 会变成风壤之河 这个风壤之河的伤害 你可以视为是尼路带来的伤害 风壤之河又属于元素反应 是和人物的等级和精通有关的 所以你的尼路80级和90级的伤害 还是有不小差距的 如果你觉得尼路的风壤之河伤害低的话 不妨先看看你触发风壤之河角色的等级 和精通有多少再说吧 尼路的固有天赋 偏武勇士之梦 尼路的生命值超过3万点以上 每1000点生命会为队伍中处于尼路被动天赋 金碑的崩溃状态下 也就是尼路一一一的水环状态 会让触发风壤之河的角色造成的伤害提升9% 通过这种方式最多可获得400%的伤害提升 所以尼路的生命值非常的重要 会影响整队水草的反应输出值 还有就是尼路的一些配对问题 尼路搭配胡桃不可以 胡桃不能稳定的打出生发 尼路搭配神里涌动可以 且尼路挂水非常的稳定 但是我总感觉尼路入神里的队有些得不偿失啊 角色缺点 配对太局限 队伍如果不是单纯的水草配对 尼路可以发挥的作用基本减了一半 角色优点 肤白冒美 大长腿 水草的配对对群伤害不错 且不需要去怪角色 尼路的天赋加点 纯辅助可以不加天赋 因为风扬之河的伤害是跟天赋没有一点点关系的 如果你想用尼路战场 那么就主意复Q吧 普攻爱点不点 点了基本也没什么用 尼路的关键名作 两命 两命的尼路是围绕水草配对玩法的核心名作 在被动天赋金杯的峰溃状态下 也就是尼路111的水环状态 角色对敌人造成水元素伤害 会降低敌人35%的水炕 绽放的反应会降低敌人35%的草炕 持续10秒 但这个两命对尼路的风扬之河的伤害 没有任何的提伤 虽然这个名作看似收益很大 但是也有非常致命的一点 由于尼路的两命需要搭配尼路的被动金杯的峰溃 这也就说明想要发挥出这个两命的效果 队伍也必须只有水草两种元素的搭配 才能触发这个两命的效果 这就大大的限制了尼路这个两命效果的泛用性 其他命作秘密在这里就不推荐了 土豪满命不会在意这些的 月卡和小鹤党基本也不会碰其他的命作 尼路的武器选择 五星武器首选专武 圣险之士 其次可以选择滤剑 仓骨自由之士作为五星武器最后的选择 四星武器首选西服斯的月光和铁峰刺 尼路的生仪物搭配 同用生仪物就是两千岩加两月团或者两十斤 其次也可以选择两月团加两十斤之梦 当然四十斤之梦也可以凑合用用 尼路的生仪物属性选择 沙漏选择生命的 杯子选择生命的 帽子选择生命的 尼路的常规玩法生仪物选择精通和生命副词条的 尼路的合格面板 五转五和滤剑生命值在五万点以上 有转五和滤剑生命值在六万点以上 尼路的双爆属性对于常规玩法不重要 所以李秘密在这里就不介绍了 尼路的队伍搭配 由于当前版本上线的草角色过于稀少 目前最推荐的尼路阵容就只有一个 就是辛海 尼路 草主和克兰 平民一点的就是巴巴拉 尼路 草主和克兰 这里李秘密在推荐一个勇动队 那就是神灵 尼路 迪奥娜 万叶 在这个队伍的尼路挂水有多稳定 我想就不用我在阐述什么了吧 大号的巴巴拉呀 最后要说的就是尼路适配的队友还没有上线 要稍微等等后续的版本草水的新角色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意丢丢用的话 就不用给我点赞和关注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